好的 我们接上一个教程啊 同学们会说 哎 怎么拿出勾针来了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儿呢 有一根小绳子啊 它记住了这一侧 明白了吗 小绳子是怎么完成的呢 你可以拿两根毛线啊 然后把这两根毛线呢 干嘛呢 给它在一块打一个结 因为两根毛线呢 它是正好都是线头的位置啊 如果你要是用整个一根毛线的话 你就不好算它的长度 这样线不就浪费了吗 对不对 好 用刚刚这个方法 我们给它打一个结 把你勾针穿进来啊 注意我要勾这根小绳子了 看 在我内部的这根线我勾一下啊 勾一下之后呢 你看它这个勾针上有两针了 对不对 哎 上边这根线再勾一下 好了 再到下边 勾一下啊 然后上边这根线这儿 二合一 每次二合一都找上线啊 看 用这种方法 我们就能够很简单的啊 勾出一根立体的四面的小绳子来 注意 整个勾的过程当中啊 你的两根线的松紧度要一样 如果不一样 你这根绳子就会打卷 所以这点个大 尤其是这位置啊 你看 你这边这个针套松 然后这边紧这边松的话 那么你出来的效果啊 就不行了 就会打卷 记住了吗 所以这些小细节啊 提示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看 就这根线啊 勾的一定要稍微的松一点 甚至你看 在完成的时候 还可以往上再拽一下 让它们俩尽量的是 一样高 看到了吗 一样高 这样 整体才会呈现一个小绳子的样子啊 四面都是小绳子的样子 跟普通用 那个小辫子针 勾成那种绳子相比啊 它更加饱满啊 更像一个小绳子啊 好了 已经了解了小绳子的勾法 那么就是技法了啊 完全随大家 想技哪都行 技紧点 想让它紧致一点 就往这边多来了啊 如果你想要让它变得 相对来讲 这个位置是一个淘心形 就往这头来 也就是距离你的边缘这个位置啊 往里走 差不多是你这边大概是十针的样子啊 这边十针的样子啊 然后这边全都给它直接的穿过来就行了啊 这边选十针 然后这边剩下的都穿过来 穿过来直接记好就可以了 实际上 直接这样记啊 它所有的花纹 由于是没有太多的规律 所以有的呢会稍险杂乱 但是没关系啊 看 这边记上了啊 另外找它对称的位置啊 松紧一致的也给它 在这啊 记上 然后呢 这位置和 取这么长啊 大概25厘米 和厚脖子的这个位置啊 相互缝合 那么你的整个的双层领子部分就出来了 记住了吗 好 现在背心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那么袖子呢 是怎样完成的呢 好 给大家继续讲解啊 袖子并不复杂 相对于普通的袖子来说啊 这个袖子实际上 尽管是满满的花纹 但是没有特别多花桥的地方啊 只要跟着花纹一起走就行了啊 我们来说袖子 首先来说 袖子一共啊 给它起了多少针呢 十 啊 四十八针 袖子这四十八针起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就是继它的 这个袖口的位置啊 看 这四十八针 继的还是刚才交给过大家的 拧针的双螺纹 看 继完之后 起完针之后呢 环形向上继啊 已经用的六号针 这这么高 一共多少厘米呢 十五厘米 继够这十五厘米之后 我们就改继 这个花纹了啊 你正身已经继过半天了 对不对 好 继这个花纹的过程当中啊 永远都是这样啊 这样这样这样 下场蜿蜒着 走的啊 继的过程当中 注意了啊 我们这四十八针 没有经过加针 直接就上来了 整个环形 为什么没有加针 有同学能够回复这个问题吗 因为这花纹啊 非常的不好对花形 一会儿呢 我会专门给小鹏同学呢 开一个编织大学的一个课程啊 会按照他的身形 帮他设计这件衣服啊 所以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讲解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有些花纹啊 它在织的时候适合于环形 而且不能随意加针 加针就乱了 到时候呢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 可以再看这件衣服的 编织大学的课程啊 它跟设计和拓展相关 好了 我们将这四十八针 环形的一直织 按着这个花纹织啊 直直直直直直到这儿 总的高度啊 一会儿来到了 就是从花纹这个位置开始啊 算起来到了二十九厘米 然后我们在腋下啊 袖子的腋下位置就开始减针了 袖子腋下必须要减的 如果不减除马蹄来的话 跟正身缝合 这位置就会不舒服了啊 好 我们在四十八针当中的一个位置啊 给他前后各减三针 实际上加在一起啊 是一次性减去六针的啊 因为是环形枝 所以这六针可以一下子给它剪完啊 剪完之后 然后我们就在踏踏斜的这个位置 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了往返枝了啊 一旦往返枝了 然后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有马蹄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要怎样的剪针呢 非常简单啊 带着一贯的这个特点 在这儿 我们要每两行剪一针 一共剪十三次 三针是左右各剪的啊 这十三针也是左右各剪的 明白了吗 它最后形成马蹄了 剩下多少针直接收针就行了 收完了针 两个袖子一模一样 将它与正身相缝合 好了 整个衣服就完成了 不复杂 对不对 而且似乎也非常省事哎 没挑支领子 也没剪领口 对不对 甚至这都没剪 正身的这个部分 好啊 如果觉得整个教程对你编织有所帮助 请帮忙点赞 非常感谢各位啊 如果你是一个身高1米55体重130斤的姑娘 也想织这款显瘦款的话 一定要关注编织大学的这款的拓展课程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